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妳跟我一起Go Go 妳不是啦啦隊的嗎 我以前大溢是啦啦隊甜心啦 我只有我斬年的時間我就退出 今天想要重回以前那個熱血 任性的啦啦隊少女 我發現有難度喔 我們今天大來賓是曾傑 拉雷大家好 今天曾傑要教我來重新恢復我的熱血坑熱血 讓妳找回那個舞桿 對 因為我騎她的興趣跳舞太難了 喜歡開車到處玩算興趣嗎 讚 那妳這樣以後每天都到我頻道 我每天有試不完的車妳超適合的 我就每天來都教營屏跳一種 好啦 今天正前來到我們頻道呢 一口氣我們就直接來了三台 這是2022年式的全新的福特Focus 你好像家裡頭有一台上一代的 對 就是家裡有人也開那個福特Focus 那今天我們現場這三台呢 一台是實用非常大家喜歡的 這個飛著背包的Active 那我們今天還有這兩台 現在話題熱度最高的 ST-LINE的LOMO X 多了X代表它再進化 有沒有覺得線條非常好看 我注意到的是它車燈很帥 而且它的車燈不只帥喔 還多功能喔 它是Dynamic LED智能照明系統 而且它有六個功能喔 六個 我們永遠不會變三寶 對像如果有車晚上跟我們交會的時候 我們不會大聲閃到它眼睛閃不開 因為我們有防眩光 真的 很聰明 而且它還可以水平這樣子調整 就是其實你在過一些彎的時候 有些地方看不到它就先幫你智慧照明 先幫你照亮眼前一片光明 這個在英國我跟你講 不多不少 一千英鎊才能選配 所以這個在英國要選配 台灣直接給你 四萬塊台幣送給你 然後側面呢 這裡有個很漂亮的ST-LINE的背景 然後你看它的 它有那種啞光 然後有那個黑爪的那種設計啊 十幅在裡面 你就會發現它洞比較多 它比較方便它散熱 重點是它減肥了啊 它透過了炫壓功法 讓它能夠在更好的操控的同時 它還能夠減重 一顆LINKEN以前的一顆輪胎 大概12公斤 現在10公斤 所以少了2公斤 2公斤 4個輪胎 8公斤 好希望解釋自己隨身 真的8公斤很不容易耶 而且黃下一公斤是黃上10公斤 所以開起來一定非常有感很輕盈 覺得它側面線條怎麼樣呢 超級流線 而且到這裡之後它還鼓起來 拉出來 很多人超喜歡流線型的車耶 這是五門的Hashback 所以它後面這裡 上面有個收折 這裡有個收折很好看 不同顏色看 真的有不一樣的美 不同顏色看 像這台看起來就是霸氣式 嗯 有霸氣的感覺 然後紅色是比較騷包 比較適合我們這種小車 耶 但如果你是需要使用的話呢 你看旁邊這台Active啊 你還可以加裝這一個 可以裝75公斤的背包 可以去露營 可以露營 然後你跑通告 或者是你有時候要趕場 你要帶不一樣的衣服來換的話 全部塞進去 裝在上面是不是 對對對 你下面就可以省下來載別人 對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運用 看起來也是滿有質感的啦 但我自己的觀感是 我覺得這台看起來就是運動許多耶 不知道為什麼 以休旅車來講對不對 對 真的是可以開出去登山 或是出去出去全家一起出去玩的那種感覺 沒錯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哪一台車 三台都好喜歡喔 我三台都想看 好 欸大家投票一下 你們要試哪一台 那我們就先試五門的 ROMA Exit 出發囉 好喔 上車囉 耶 這位乘客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上路囉 好舒服喔 可以的跳標囉 跳標好收錢 超簡 握的方向盤應該讓你感覺不錯吧 我跟你說 我是一個很有操控率的人耶 我上去之後 我就覺得這台車就是我的 真的 那種感覺 因為它方向盤 非常符合人體工學 它是握把 然後還有它下面是 不是圓弧形的 它把它做平底 有時候你知道腳這邊 卡著嗎 會卡著對不對 這個它做得剛剛好 完全不會卡住 對 像我們這種腿長 就是有這種困擾 真的 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腿太長了 不知道 我方向盤每次都打到 對 因為它上面還有一些 紅色的縫線 就跟我們的椅子相呼應 因為我們這是跑車座椅 所以你坐的時候 會覺得蠻包覆的 不只是看起來讓你帥 它其實也有一些功能 它有支撐 支撐做起來 就是讓你開車的時候 有時候你踩 踩太快 你先背那一瞬間 是舒服的 我覺得我們講都沒有用 你就給它踩 用力一點就對了 好喔 輪來囉 它讓你覺得很穩的 最主要原因是 它的車子啊 不只是在整個車體的結構 然後在它的這個車側這裡 跟這個B柱啊 A柱這些地方 它都有1300Mpart的剛性 高剛踩 所以其實整個車子是 宅宅宅的 是非常確定的 它就是把你保護得好好的 是就是讓你看起來 會有一種莫名的安全感 有齁 你真的有這種感覺 真的有 因為有的是一踩出去 你會覺得你要飛掉了 但是它這個踩出去 就是喔 我好像被這台車保護得很好 喔 真的 真的有這種安心的感覺 安心啊 而且啊 我們出去工作啊 尤其是我們有時候會 跑很多很多的行程 跟通告跟活動 就是工作比較斜槓的 是 對 那我們就很需要 用到手機的東西 那車子都有無線的充電 所以呢 Apple Carbillet 或者Android Auto 直接放上去 你車子就可以 你根本不用擔心 你的手機隨時 有什麼狀況 欸那你講到一個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點的地方而已 就是 有時候我們自己一個人 開車跑的活動 但是需要車上 因為有時候可能 需要一點聲音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音響很重要的 你直接連上去 我就知道 你剛剛偷聽音樂對不對 它的音響 B&O的 聽起來就是舒適度 然後環繞整個車子的感覺 欸我們現在有連到 你的那個嘛對不對 配方是不是 嗯 這我們剛剛跳舞的 拉拉對上聲 跳起來 呵呵 5分鐘後 它是1.5升的 渦輪增壓引擎 Eco Boost 所以其實在市區 我覺得它超適合在市區 跑來跑去 而且蠻有力的 雖然182匹馬力啦 很多人說剛炮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很夠了 你看你如果要轉彎什麼 你會覺得它 推推的嗎 不會啊 這台車越做越好 它價格有 越加越高對不對 哈哈哈哈 就沒有 它預計單價出來 大家覺得哇 真的是佛心價 88萬9 是四門五門的LOMO X喔 欸不是送了頭燈 然後又送了連鏡嗎 而且你說這些東西 在國外都是要加錢的 結果它還是算 標配 直接給 評價 划算 然後呢 如果是像你啊 喜歡休旅車的話 像Active 是85萬9 好划算喔 我還以為 換車 好啦 好啦 那我明天就去把我的車買了 哈哈哈哈 我其實第一次開到那個LOMO的時候啊 我有點嚇一跳 因為我那時候在開的時候啊 教練是教我啊 就是在激情操架的時候啊 繞錐啊 不准我煞車 就是不准你去煞車 盡量就是用車子的方向盤 然後去滑它 所以我其實對於整個的這個Focus LOMO的操控 我覺得是很有信心的 那當然啦 因為現在啊 是因為我們這是LOMO X喔 它的輕量化坐在它的輪胎上 對 其實開起來真的有比較輕盈的感覺 跟之前不一樣 而且這個真的是 油門下去它馬上而回饋 反饋出來 你會覺得哇 在1600轉的時候 那個扭力峰值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如果要甩 它是很好甩的一台車 欸你有沒有在甩尾 我看起來是會甩尾的人嗎 不是我們兩個是良家婦女 我們是良家婦女 其實它操控起來也很方便 像我現在有前車嘛 對 然後呢其實我直接在方向盤的左邊這裡啊 你要遠還近 你看在我儀錶板這裡就可以看到 對我就可以跟車了 喔就會很輕鬆你知道 這跟車很輕鬆 然後呢其實它的車道的那個維持呢也是有的 所以有時候人太累的時候啊 先移的話 對 它就會 它幫你倒回來 對 它會提醒你 然後幫你倒回來 拉一下 而且它是全速域喔 它可以殺到零 就是前車如果是用跟車 我可能現在真的是希望自己放鬆一點 把它交給我的車子 它跟著前車 前車已經停了 它可以一路就把它跟到零 它就幫你把剎車也做到 你甚至 連踩剎車這件事情都省下來了 前面停我也停 對 哇 好方便喔 定速 因為像那個 有時候開在高速公路上面 然後 我常常會開長途 比如說我們台北開到台南 對 然後 這個三個多小時 四個小時的路程中 我腳一直踩油門真的很累 對 所以定速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在於高速公路上面 你就可以 因為它可能速限110 你就給它調到110 對 或者可能115之類的 不會再也不超速 對 我開的時候我就很怕我超速 然後我要慢慢開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路牌 告訴我速限多少 喔天啊 這種事情不要這樣勞煩自己好不好 這也太優秀了 我們的人 我是拿來做更精密 更重要的事情 勝利 我的儀表板上面就寫 這裡速限是40 好方便喔 上面就寫 對啊它就一直亮 太人性化了 所以你如果稍微超過它 還給你亮一下 亮一下 太人性化了 未來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安全駕馭 而且不要再被吃到任何發胆 其實車子靠近旁邊兩側 有啊 蠻點偵測 我旁邊有車這裡就亮 提醒你了 提醒 對 所以倒車顯影也超重要 倒車顯影是可以方便我們判斷 有沒有一些小東西 知為末節的 我們的肉眼 沒辦法立刻看到 對 你可以透過這樣按一下 然後同時還有ESA的閃避 轉向輔助系統 就是你在轉的時候 如果有別的車要靠近啊 是 它都能夠提醒你 適時的提醒你 Level 2喔 2喔 大阪有找喔 通通有喔 那我等下送真田回家囉 我以為你要送我去福特展街 送你去福特展街 走 馬上換 好 今天我們開著三台Focus 好好享受陽光的洗禮 現在是美好的黃昏 深夜我們也好好在體驗它 你不得不說Focus透過不一樣的車型 達到每個人不一樣的需求 就像我們今天試的這台Active 它的車頂上面可以乘重75公斤 加上小書包 你會覺得在市區 用這一台跨界休旅車到處跑 它是很方便的 但是到了這個黃昏的時候 你看兩台車放在一起 水箱護罩就不太一樣了 也就是今天我們試到的這一台 ST Lite Lomo X 它是一個不一樣更動感的感覺 這個S不只代表是新的年式 而是一個Full Performance 對於操控 還有對於這個運動化的一個追求 包括我們今天體驗到了 實在的這個ST Edition 特殊的這個輪胎 這個輪圈是由140年的德國大廠 來做特別的設計製造 介於鍛造跟鑄造輪圈中間的一個優勢 而且它是透過炫壓的方式所做出來的 減重了2公斤4顆輪胎 減重了8公斤 黃下一公斤 黃上10公斤 也就是你在車子裡面 你感覺到黃上好像減到80公斤的感覺 車子在市區開就格外的輕巧 尤其到山上開呢 你會覺得輕盈的感覺很明顯 那這一次的Lomo X 不管是四門或五門的 我們在開的過程中 當然會覺得說 五門跟四門主要在山上跑 你會覺得好像尾巴有點差異 但其實在市區用 我覺得兩台車都是非常非常均衡 那重點就是 可能在國外是需要選配的 這個價值4萬塊4萬塊 加起來都價值快8萬塊 但台灣是標配的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這個囉 百萬內的國產車 竟然還能夠得到Dynamic LED智能動態照明系統 時速40公斤以上 前面擋風玻璃上面的那個攝影機模組 如果發現道路的光源不足 他就會自己幫你開了遠光燈 確保你有一定的光源 然後時速40以上 頭燈在遠光燈的模式 前擋風玻璃上的攝影機 也會感知到對向車輛跟後方車輛 如果要超前的時候 他都會進行部分的遠光燈的遮蔽 還有車輛如果載重的不同 和行進間加減速 通過不平整的路面的時候 頭燈就會照你車身各個地方的那個平衡儀 來調整這個高度 確保你能夠車子開的是很安全的 當我們在山路裡面 你如果有到連續彎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到 它的光型會依應你的地形 跟你的這個方向盤打的跺腳的不同 然後做一些調整 它光型可以自動的做變化 以往這可能都是在豪華集聚的品牌裡面 才會看到的功能 可是現在我竟然可以在這個 所謂百萬有找國產車身上 可以體驗得到 尤其這兩天呢 我們晚上開著他出去山上跑跑 你都會覺得是安心的 然後就像他的剛性一樣 在開市區的時候是安心的安全的 然後有Copilot 360有Level 2 然後到山上就算是伸手不見五指 按懵懵的 你會覺得 看得一清二楚的 你也不用擔心說 前面東西你判斷不好 或者是你的車子造成別人的困擾 總的來說呢 Focus它會因應不一樣的需求 它就會再推出新的車款 往往這些車款 都可以造成一定程度的轟動 那麼相信這一次的2022年式的 Focus ST-Line Lomo X 它某種程度上面 也可以吸引到更多需要安全 然後也需要舒適 需要實用性的消費者囉 如果你有喜歡我們今天的試駕影片 趕快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夜漫漫黑了 我們要再繼續去 按摩摩的地方 山路上去跑跑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